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小先知书 萨加利亚书 今天的经文呢 似乎是接触着上一次的主题 上一次提到了一些不是很称职的牧人 但是你一定要仔细的分辨 因为萨加利亚先知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先知 他是将自己可能在不同时期的言论 汇聚在一卷书中 他不一定是同时讲的 往往有一些分割的标记 比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每当这句话出现就似乎是另起一个分段 因此今天的这一个段落 就跟之前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虽然他每一个信息都有关联 我们说这一个的经文说 刀剑那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我必反手夹在微小者的身上 是说上帝要兴起审判 来将讲牧人坏牧师除掉吗 如果你只是从上边直接这样切下来 可能会这样理解 但实际上这里的经文 你无论怎样的理解 你需要知道解经的最高权柄是圣灵 是耶稣基督自己 先不说别的那些拉比 很多的神学家是怎么解释的 每当讲到这些经文 你一定要先看在新约当中 主耶稣说过的这句话 在三部的同观福音书中都有 比如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一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就是犹大离开之后 准备要去卖他了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这就是耶稣在直接援引 撒加利亚的这句话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来源 但我复活以后 要得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然后彼得就著名的那个 flag立下来了 你们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基教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此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可见这些使徒不慎明白圣经 如果你像主耶稣一样 熟悉圣经 那么你最自然的就是 主耶稣引用的这一段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下一句是什么 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实际这个微小者 你要执意就叫做牧童 或者叫做小羊 因为大牧人或者是牧羊人 头羊被击打了 羊群就分散了 这样的刀剑的审判 这样的一种 惩戒 也同样会临到小羊的身上的 会临到 门族的身上的 彼得你们要是知道这句话 你就会知道你的试炼马上就要来了 就不会这么口出狂言了 是吧 这就是圣经他本来的意思 实际上说 刀剑难应当兴起 攻打我的 攻击我的牧人 我的同伴 这句话在另一份的很古老的文献 叫做大马色的萨都圣约 这个考古发现当中就有这个原话 可见在当时旧约时代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经文 而这里有一个平行的词 我的牧人 我的同伴 在这种加强修饰之下 这个意思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 一位牧师 一位带领人 他说的意思是我所亲爱的 我的邻舍 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牧人 你在结合耶稣将这句话 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这是指着尼赛亚说的 上帝要听起刀剑来 攻打他的尼赛亚 他的同伴 这一个牧人被击打之后 羊就分散了 首先要明白 这是他最起初的意思 之后我们有时候也常常的引用这句话 说一个教会 一旦说牧人被击打 羊群就分散 这个也对 道理上也对 是吧 但是你必须明白 这个首先是指着尼赛亚说的 以耶稣基督自己的解经为证 到了第二节 在这样的那日审判之中 除了说牧羊人被击打 羊群分散之外 更进一步的说 这权地的人 当然 这里的权地 字面意思应当是以色列权地 但是在灵意 透过耶稣 你要理解为 今日我们的地和未来的全世界 也无不可 但是要首先知道 这说的是以色列权地 这权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 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你要知道在旧约 特别是进入到了亡国后 被掳后的先知时代 有大量的经文 其实在被掳前也有了 一下下他们 很多的经文 指向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愚民 愚数 剩下的 对吧 幸存者 指向这样的一个群体 比如阿摩斯 这是最早的先知之一了 他就预言说 牧人 怎样从狮子口中 抢回两条羊腿 或半个耳朵 你们得救也不过如此 也就是我们是从狮子 从狼的口里 被牧羊人夺回来的 极少数幸存者 大量的就是被这吼叫的狮子 吞吃掉了 也包括本节的经文 这个本章的经文 就是达加利亚的这卷书 第三章也提到过 耶和华则被撒旦说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他说的这是说大祭司约初亚 是吧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什么叫火中抽出来的柴 也是个幸存者的意思 对吧 其他的都被烧了 只有这个流向了 以赛亚书也更早就有预言 境内剩下的人 若还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吞没 吞灭 将栗树 橡树 虽被砍伏 而树墩子 却仍存留 圣洁的种类在国中 也是如此 他将那些渔民 剩下的人 称为叫树墩子 就是那些树干 树罐 枝的叶子 果子都砍没了 只留了一个树墩子 和底下的根还在 把根拢住了 得救的人 剩下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种荒凉 破败 所以今天大家列的这个经文 也是 他说三分之二减除掉 三分之一存留 幸免遇难 然而这个幸免遇难 又是什么意思呢 剩下的三分之一 他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或者说 你要来宋川立定性吗 说任何的组织 群体当中 真成员和假成员的比例 是不是就这样 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在下讲是十分之一 十一奉献 这里说三分之一 实际上在任何的一个组织当中 他的真成员 通常来说 的确不超过三分之一 比如说一个三百人的教会 里面的真信徒 最后一百人 你不要觉得奇怪 事实就是这样 一百人也许还多了 也许是三十个人 任何的一个公司 一千人的公司 真正干活的主干力量 可能是一百人 是吧 剩下的是好听点 叫打酱油的 是吧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个普遍现象 渔民 渔数 幸存者 这些人的存在 实际上看起来人数 虽少 这一个重要的少数派 却是灵魂 是核心 那么这样的人剩下了 就皆大欢喜了吗 不是 这边的经文接着说 上帝说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 惊火 熬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 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这里出现了一个概念 叫做熬炼 也成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熬炼银子 试炼金子 圣经常常不加解释的 引用一些个话 以世上的事做一个比喻 这个前提 是你熟知 他所引用的这个事 什么叫做炼金炼银 尴尬的是 今天的我们 你更熟悉圣经 却不熟悉什么叫做炼金炼金 对吧 因此这世上的知识 普遍的恩典 也是那必备的一个储备 不然你真的连圣经都理解不了 当你想象说炼金子炼银子 你脑海中的一个画面是什么 你有没有试着去熬炼过金子银子 你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那个不可磨灭的东西 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匮乏的年代 有一个最大的乐趣 就是说有一个巡回在我们矿物局 各个煤矿山沟里来回窜的那么一个手工艺人 他随身带着一整套的那个冶炼的装备 然后呢你只要收起一些个易拉罐 给他那根铝了是吧 他就给你练出一些东西来 我练过一个小小的一把宝剑 练过一个流星锤 是吧 因为够不太小 不够霸气 我又拿那个柏油力厅 给他裹成了这么大一个大肥球 威力非常的劲爆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我专注的看着他在他那个小干锅里边 把这个一拉罐拉一些个铅了 锡啊 这些东西是吧 投进去 慢慢的融化 那个银色的那种液态的金属在那 沸腾翻滚 那个印象是很难磨灭的 炼金炼银和那个差不多 你说古代他能比你八十年代 他能掀进到哪去 是不是 他肯定还不如八十年代的那两下子 所以炼金炼银 指的是什么 等下我们要细说 但现在你总之知道的是 剩下的这幸存者 这愚民 日子也不好过 也要接受熬炼的 在这种痛苦的熬炼当中 他们祷告 求告神的名 最后 这个恩典的标记是 上帝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这是我们说的 诸圣约的一个概括 是吧 所谓跟上帝之间的圣约 一句话概括就是 你要做他的百姓 他要做你的神 因此这里就是在说一个 重新立约的问题 每一次的回归 复兴都一定是 重新立约为标记的 以祷告的复兴为标记的 以经受熬炼 试炼 为标记的 所以这个炼金子 要炼成 属他的子民 这个炼银子 是要炼成他圣约的群体 这一个的过程 那是痛苦的 任何被熬炼的人 曾经经历过的 都知道这个话的意思 甚至在那个时候 你也觉得在想 我到底炼成什么样子 还得炼多久 我才能结束这个偶炼呢 用经文的话说 就是炼到重新立约的时候 你有资格来跟神 重新立约了 上帝应允了你 厌重了你可以重新立约 愿意应允你的祷告了 那这个又是什么时候呢 就有一位神学家解释说 就好像炼银子一样 你炼到那个银子 纯净到一个地步 你在其中能够看见你的面容 就像你在水中 在镜中能看见自己一样 对吧 当你在这个银子 除掉了各种的杂质当中 最后熬炼者的脸棚 清晰的出现在了 这个液体的表面 你就够纯净了 这里不一定要给你规定 是99%还是99.9 还是几个9 就如同没有任何人 在今生今世 可以被熬炼到像耶稣一样 百分之百圣洁 对不对 没有人的信心 是百分之百的坚定 但这里的重点是 你愿意像我们刚才的 最后一首赞美诗 炼我玉金 每一个人的对神的要求 就不一样 他按练哪一个人的标准 就不一样 有些人他练到99就罢手 有些人非练到了8个9 10个9 当他要大大的用你的时候 就会这样的练 越要重用的人 越熬炼的厉害 经过这样的熬炼试探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民族的精英 精华 成了神国的精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经就约当中 有多少处都是在引用这个 异象炼金炼银 但一里书 也是说呢 智慧中人有扑倒的 为要熬炼其余的人 使他们清静洁白 直到末了 诗篇中也说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求你查看我试验我 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约伯也说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精金 我们常说真金不怕火炼 这句话是对的 原本就是纯金 那么他放在那个熬炼当中 被熬炼 他不怕火炼 因为他的熬炼极高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 你根本也不是纯金 好听点的你叫合金 不好听点的你里边有大量的杂质 炼金的过程是在炼的过程中 你才成为金金的 并非你原本就是黄金 这个都对了 是吧 所以耶和华 熬炼人心 试炼肺腑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耶和华的熬炼是对人心 这就是整个旧约新约给我们的启示 马拉杰书也提到 当上帝拆他的使者来到殿中的时候 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 他显的时候谁立得住 因为这个人来就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鲜 怎么样用那种古代最强的去污剂清洗剂 用剑来漂白 就是用这祸来炼金 这就是上帝对待他拣选的这渔民 这少数人所要使用的方式 凡是要逃避这个熬炼和漂白的人 他就进入了那三分之二被剪除的行列之中 所以他才说他必坐下如炼镜银子的 必洁净利位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来献贡物给耶和华 炼金炼银 这里有一个不加声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金银很宝贵 对吧 今天的孩子们也仅仅是在故事当中知道有金币 有银币 但是钱对他们的概念 可能不像说过去还见过金银的人 那么的清楚 黄金 这个是古往金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最贵重的东西 咱们中国还有一个吉林省还有个叫做黄金第一镇的 知道在哪里吗 是吧 在华电 夹地沟 那个曾经是一个金矿 至今也是金矿啊 出产的黄金 占全国好像八分之一不十分之一 挺厉害的哈 黄金 每当讲到了这个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19年前2005年左右第一次讲到 我当时讲的比较后数的那个经文叫 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不可忘记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来的时候有形式都被烈火消化 如何如何 那一段经文 我当时起的题目叫烈火中的永生 这就是显明了一个人小时候受的教育 是吧 很多人 你要没反映出来这引用的是什么 感谢主 不受这个影响很好 如果你是正确的想起来 这难道是疆解吗 这有点意思了 是吧 但也是为了归正这种事情 所以就是人得永生 也如同要经过烈火 炼出黄金来 这个中国的黄金镇 你去到这个华建市里边 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叫什么金城大街 金城金城 它自称为金城 是吧 黄金之城 有一定的道路 全是探明储量 说有黄金 二百五十 没有万也没有钱 二百五十吨 年产量是二点五吨 全国地方 中国一年产的黄金的产量 你知道有多少吗 也就是二百七八十吨 这已经是翻了好几番的新高了 黄金很宝贵的 这么大国家一年产这些 你知道吗 而说起这个黄金城 实际耶路撒冷才是更常被称作黄金城的 对吧 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金色的耶路撒冷 有点像以色列的第二国歌一样 虽然不算是赞米诗 但也是一个很好听的歌 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这黄金城 如何如何 当启示录里边提到那末日的金城 就是那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那经文里说 那个天使拿着金尾子当尺量这个城和城门 然后量出来这个城 长宽高都是四千里 这个很惊人啊 是吧 四千里 然后量了量城墙 按照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一百四十四轴 一百四十四轴厚 相当于七十二米 七十米 七十米厚的城墙 四千里高 四千里长 这多少黄金呢 因为说 墙是必预造的 而城是金金的 城的这个地面和其他的很多东西 是黄金的 这用多少黄金 难以想象的 我就很好奇 理工科 我查了一下 美国地质局公布的数据 人类从古到金 契金一共开采了多少吨的黄金呢 18.7万吨 地球上还没有开采的 还剩5.7万吨 实际上把人类有史以来拥有过的 所有黄金 炼出来的 它能够做成一个多大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编成 二十米的立方体 不大吧 就这一屋就装得下了 这个屋 最多两个屋 反正没有多大 长二十米 宽二十米 高二十米 就这么个立方体 八千立方米 人类一共得到的黄金 就是八千立方米 你说少不少 它为什么珍贵吗 它相对于那些个铜铁 千锡 是不是它就是宝贵 非常的少 得救的人 真正的信徒 上帝的圣徒 你以为在人类中占的比例 能高过黄金 在金属中占的比例吗 而那新耶路撒冷 这么庞大的这个黄金 显然它就不是地上的黄金来的 那从灵异来说 岂不就是圣族组成的了 对吧 所以这么多的黄金 你需要它从哪来呢 从哪能够得到黄金呢 那么据美国NASA说 离咱们地球3.7亿公里处 有这么一颗叫普赛克的小行星 这颗星主要由铁和镍组成 而且里边据说也高 蕴藏着大量的黄金 铜和什么贵金属 所以这颗星叫黄金星球 如果把这颗星上的黄金 贵金属都拿出来 分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人均能分大概价值930亿美元 但是你怎么有什么办法 把这个星的星星弄到地球上来呢 没有办法 正常的黄金 只能够用炼金的方式得到 对吧 炼金 今天的这个经文 提到了很多的熬炼银子 熬炼金子 所以我们要简单的说一下 什么叫做炼金 得到金子两个办法 但其实那殊族同归 有的叫头金 是吧 从那个水中得到那个金砂 有的是叫炼金 是从那个金矿石中 拿出那个矿石来去熬炼它 但是金砂也一样要被熬炼 所以炼金是最后一定有一个过程 当你要说到炼金 你可能马上加一个字叫炼金术 是吧 古往今来都有这个炼金术 你觉得今天这个名字挺臭的 一听你觉得像巫术 你是不是想起个戴个大肩帽的那种大白胡子炼金术式 是吧 而在中国古代就是葛红啊 这帮人明朝的这些道士 中国人也搞炼金术 但实际上科学在古时 常常跟巫术就是难以区分的 我这都还看了这本书 张卜天翻译的这个吗 叫炼金术的秘密 你梳理一下就知道 尤其你从古典教育的角度 你会明白所谓的炼金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它的哲学意义 它的三观的意义 它的巫术的意义 它的化学的意义 以及它的树林的意义 这都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点的 因为西方的古希腊的这种炼金术 它们的一个假设 是认为这个金属是一种活物 是一种有机体 有雄性的金属 雌性的金属 要用什么方式把它操作的去产生 但是你这个也别觉得太古怪 那么也有这个今天叫做阴性阳性而已 是吧 这个科学跟那是说话方式的不同 而在阿拉伯人这里 他们大量的翻译了古希腊人的作品 对于这个炼金术非常的着迷 于是什么他们的那些作品中 阿里巴巴四十大道 很多都是关于这种金银财宝的 他们把这种炼金术大大的发挥出来 后来又被中世纪之后引回到了欧洲 欧洲又发展出自己的炼金术 是你今天所了解的那种东西 而在中国呢 中国的古代一直这个跟道教捆绑在一起 将这种金银的熬炼称为叫黄白素 他也基于一个想法 他认为物质可以来回转变 最主要的是能够用朱砂 能够用水银就炼出来黄金和白银 他一直有这个梦想 就是把建金术炼成贵金术 能把没用的炼成有用的 这是炼金术核心的意思 外边炼的就叫炼金 里边炼的就叫仙丹 所以他一般搞这种的 也都会大胆的服用那些什么仙丹 《红楼梦》里边那个 荣国府 宁国府 宁国府那位老大贾静 就是炼丹炼丹 炼到最后自己吃了一大堆的朱砂 然后整个就中了毒了 就那么死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人类古代当中 有的这种事 核心的思想就是拿这些什么水银啊 磁黄啊 雄黄啊 朱砂啊 硫黄啊 什么金银铁的炼成黄金 这叫做炼金术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 到了现在的工业当中 我们就知道它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今天拿一个这种小的炉子 你今天甚至很多个人小作坊也能炼 因为他要求的工艺不是那么高 人类毕竟自古以来就开采过黄金 就熬炼过黄金 因此再去查考这个黄金到底怎么炼出来的 你就能够推想一下圣经在说话的这个时候的同时期 他所说的炼金炼银是什么 我找到一个古希腊的叫斯特拉波 这个人写的叫地理学啊 咱们有中意本 翻译这本说的人叫李铁匠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看来跟熬炼有关系 所以他里边我找到了 他说在西班牙那一带 人们就是能够找到天然的金矿石 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他们就可以把这种 有的时候是金银的混合的合金 他们就去融化它 金银就能分开 因为它的融点就不一样 再然后呢 还专门提到黄金最好用甘草那个火焰去融化 因为这种火焰温和 适合于加工融化 如果你用炭火 容易这个火劲过猛 黄金都容易被气化掉 然后他还探访了加太基的那个银矿 发现这个矿场呢 有四百多工人啊 那是古希腊那时期 就已经是非常的繁盛了 他把那个银沙或者是金沙到河边粉碎 粉碎 筛子筛多少回 最后拿着那个沉淀物 再去开采 开采的时候呢 甚至那个高炉上还专门要通上大烟囱 因为里边的杂质被焚烧的时候 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 要把它排除出去 所以说的非常的清楚 作为对照 我又看看中国的咱们这个叫做天宫开悟啊 中国古人怎么炼金 大概用一种叫灰吹法 这个方法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说先把这种银用铅把它融化 铅子融到铅里边 然后通空气 让那个铅氧化沉积到下边去 上面剩的就是银 然后这个银就拿出来 一遍链第二遍第三遍 越链越铅 这么一种过程 所有的这些方法 更多的不多说 都是在利用一个原理 就是铅这种相对于金银 它就是杂质 它的融点是327度 费点是1749度 银的融点就比它高600度 费点比它高400度 金的融点比银又高了103度 费点比银要高700度 就是利用它融点费点的不同去分离的 越是高温越会除掉杂质 你要明白这个原理就够了 这是圣经想重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别的办法都是类似的 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刚才说灰吹法 还有这个叫做拱祭法 拱祭法拱就是水银 是吧 就是水银 当年利马斗来中国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没有钱 忽然就又很有钱 贵着就又没有钱 贵着又突然很有钱 这个人肯定会练金术 所以很多人对福音的渴慕 先来找到利马斗是认为他会练金术 杨道士来请他请教 他多次的解释我不是练金术士 那后来那你的钱从哪来的 他的钱其实从澳门 就是他们的那些母国 葡萄牙通过贸易 对他们的一些传教士 有一定的资助 境外势力给的钱 显了想去 那我会来练金术 还不如承认会练金术 承认是境外势力更可怕 是吧 因为当时他们就从中国进口 大量的水银 运到南美洲 从那个地方用拱记法 炼白银 一样的道理 银子融到这个水银里 再用一些手段 水银蒸发掉再怎么样 就能得到白银 所以水银成了必备的工具 但以中国人来看 确实是 一传一传的水银运走 一传一传的白银运过来 这不就是洋鬼的会练金术的名证吗 所以就越说越写实不清 是吧 包括其他的办法 什么氢化物这种办法 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是巨族的东西 对吧 细节都不说了 原理就是 重点就是你要明白练金术 也练黄金 也练金银 都有几个必备的要点 从古到金 没有真的改变过 就是要利用高温除掉渣子 这是他的第一重要的事情 这叫熬炼你的意思 是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 用不同的熔点 让它升华的 甚至金和银 常常有金银合金放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炼金子 甚至这时候银子都是杂质 你明白吗 你身上最难以分离的 不是铅 不是铝 当上帝要炼你为黄金的时候 最难分离的是你身上第二好的东西 是银子 越到后来要炼成纯金的时候就越痛苦 因为银子明明是好的 在很多别的地方 它就是宝贝 你的某种才能 你的才干 你的美貌 你的什么 是吧 但是连这个都可能被炼掉 整个的这个升华或者叫肾化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 那是在高温被火烧的呀 而且可能伴随各样毒害 杂质被烧的时候 那个气体就有毒的 甚至要产生的很多的催化剂添加剂 使用的过程中就是有毒的 因此在这种寓意当中 我们就会知道这炼金这件事 有许多的应用了 甚至于去查考一下 你会发现 就是炼黄金炼白银的这个干锅 就那个小炼 在拉丁文当中的这个词 cruci 叫什么 crucible 毒的不一定对 拉丁文的 他跟crucify这个英文的定词 这个拉丁文就是一个字根 共同是来自于另一个拉丁文的字根 这个字根的意思是折磨 熬炼吧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会发现这个语言当中就跟这个神学 它有一个隐秘的关联在 折磨 定死和干锅 它是干锅就是专门折磨基础的地方 明白了 十字架是折磨过上帝的地方 折磨过耶稣这一项 原来我们一个弟兄 给自己起名叫英文的圣族的名字 叫做雅各 雅各英文叫James 是吧 我说你这个用中文字叫折磨死 折磨死 这个更属灵其实 说明你愿意被干锅里边熬炼 炼你如黄金 这样吧 所以 中世纪 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时代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炼金的意义 因为无论你是化学的 是物理的操作 你是去融化 是腐蚀 是研磨 是蒸发 是锤打 是燃烧 这都是对于那个金属而言的痛苦折磨 让它能够成为真正可用的宝物和皇帝 这个意向就常常被人引用 比如像莱尔主教著名的这本书叫圣洁 对吧 他里边的第二十一天的这一段灵修笔记 说我们要怎么经历试炼 为了使我们谦卑谨谨和心向属天的事情 疾病 损失 十字架 焦虑 失望 这些事都是绝对必要 它就像剪刀对于葡萄枝子一样重要 就像匠人用来炼金的融入 上帝熬炼人心的方式 就是用 疾病 损失 焦虑 失望 穷苦 哀伤 一言以闭之 十字架 来熬炼人心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火有外边的也有里边的 没有任何人会正常来说喜欢他 你在熬炼黄金 你有问问黄金的感受吗 黄金自己会说我喜欢被熬炼吗 其实不会是吗 所以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被那经历过的人 解除平安的果子就是意 那被炼过的人 过后才会感谢 当时只有痛苦 真想不到任何更多的东西 觉得这熬炼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为了我们的益处 所以熬炼这永远是在灵命当中 一个必然的事情 他这段话接着说 有许多的日子 许多的功课 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永远学不到 只能在幽暗的日子里学着 上帝 为着我们的益处 把我们放在上帝最好的学校里 责罚为了矫正 为着使我们长进 所以那些被神厌重的 或者说是幸存下来的人 教会 事工 都一定要经历这个熬炼的过程 你可以想象 一间混乱的教会 一所污秽的学校 一个虚伪的家庭 一个假冒的圣徒 这个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上帝要真想用你 就一定要来熬炼 必须洁净 要除去人渣 也除去银渣 银子当中的杂志 你生命当中的各种称扎 都是要被熬炼清楚的 所以有人说 你们教会学校是精英学校 某个角度来说没有错 但这个精英不是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精英 而是像练精子一样 培练 培养圣徒 而不是培养渣子的精英 熬炼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莱尔这段话 接着 他说 所有的事情都在变老 世界在变得老旧 我们自己也在变老 再过一些夏天 再过一些冬天 再生几场病 再伤几次心 再参加几次婚礼 参加几次葬礼 再经历几次相聚和离别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死亡的来历 所以你要向内省察自己 问你的灵魂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在你的关注的事情上 在你的圣洁的这件事上 你们在进步吗 我们在长进吗 当我看到这句话 就想起最近比较流行的 因为那位音乐家 叫坂本龙一去世 他那本自传 就说 你人生中还能再见着几次 满月升起 他自己在生命 被确诊癌症的时候 他虽然不是信徒 但是他 有这么一分感慨 你知道吗 你一生就能看到几次满月升起 你说不是一个月一次满月吗 严格来说 满月其实只有开始在那一下 和结束的那一下 是真正的满月 剩下的那个过程中 他不是那么满 你不是明白的意思吗 因此如果是开始和结束的那一下 他正好是从天边升起 你也正好在那一下子 想要抬头仰望天空 你还看到这个满月升起了 你一生中绝对没有几次 对吗 人生就是这么短暂的 日月星辰 就这样的去升起落下 而你的人生跟他相比 是短短一瞬间 我们不知道能看几次满月升起 同样你也不知道 你还能有几次圣餐主日 你还能和你亲爱的弟兄姊妹 家人一起欢度几个感恩节 几个复活节 几个圣诞节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明白这样的熬练的紧迫性吗 那个必要性吗 让我们简单的总结 这三节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 击打 牧人 扬救分散 实际上从古到今的真正的牧人 从耶稣开始 只要他真的是神的牧人 那就没有不被击打的 第二件事 是那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渔民 那微小者 他不仅是分散就好了 要被熬炼的 同样从古到今的真信徒 那没有不被熬炼的 而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那真正属他的群体 真教会都要被重建 与上帝重新立约 我们说这些牧者被击打 这个当然如此 主有如此 是吧 人何以堪 主耶稣都被击打 我们这些有什么能够免的吗 魔鬼的伎俩 击打他的牧人 无非就是这些 这些实际上耶稣也都经历过 眼目的形欲 肉体的形欲 今生的骄傲 这是不耶稣经历过的 也是每一个牧人都要经历的 然后呢 就恐吓你 说白了就是看你怕不怕死 用这个恐惧的死亡的毒钩 要勾中你 好 这个要没有勾中你啊 他让你的灵魂总被搅扰 建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如果你的灵魂也都经受得住 他直接击打你的身体 就像击打约伯一样 那你得着各种的疾病 这个还不好使他击打你的亲人 你的父母 妻子 儿女 看你怕不怕 直到这些都没有用了 他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击打牧人 这些都没有用 他最后才会赤裸裸的亮出刀剑来 抓捕你 逼迫你 所以当最近的这几年 到看到一些所谓的牧人 或者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跌倒 或者因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退后 或者就因为不愿意被击打和熬炼 而逃跑 你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王毅牧师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牧人 我们都知道他琢磨的才华横溢 明满天下 但是没有任何桃色的绯闻 没有恋战争权 没有为自己积攒钱财 最后定罪定了个五万块钱 他更没有跑路 他有的是机会可以跑 所以严重的痛风不能打倒他 家人受威胁也不能降服他 虽然自己身心疲乏 内外交困 仍然在广传福音牧养教会 用他的道 用他的诗 用他的文字 牧养了 俗世了这个 不配拥有他的国度和世代 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 用那首 好像叫流行歌曲 叫孤勇者来形容他 是很像啊 孤身走暗像 不贵的模样 对质绝望 不哭一场 衣衫蓝绿 却敢堵枪 但他又和我们一样 缺口都一样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被他感动的原因 大家不是被陈一迅感动的 你明白吗 所以 这是真正的一种真目人 被这样的熬练击打 没有跌倒的 这是真目人 而经历熬练 我说是从古到今的真信徒 也一样要经历的 面对这样的烈火般的熬练 那些顺服的 愿意被练的 最终就像那火中荆棘一般 焚而不毁 显明了你是银子还是金子 如果你逃避的 你的赤上工程 就像草木和节 完全烧掉 甚至你 跪拜金牛 从火中出来的是金牛 这种灵魂的熬练 这种炼金术 早就被人注意到 刚才我们援引的圣经 已经多次说过 马丁路德也曾经去讲 说这个炼金的方式 他那个时代的炼金 就在以寓意的方式 证明了基督教的原则 因为 所谓的炼金术的核心意思 就是那种蒸馏 让那种纯粹的事情 蒸发升华上去 那些属物质的 沉渣的烂骨子的东西 沉淀下来 另一位主教 那个年代的1584年的一位 到1652年之间生活的 一位主教 叫皮埃尔加木这个人 他还说过一段话 挺有意思的 他说 这就好像人信徒在世上的熬练 就像一个精神炼金术 当我们把所有好的和坏的想法 情感激情恶习美德混在一起 放入了理智这个蒸馏器 把它放在对永恒之火的记忆和回忆中 就像放在熔炉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奇妙的结果 这种火热的思考 会把混乱的元素分开 比如喧闹的野心 贪欲之风 虚浓之风 贪婪之水 傲慢之气 这火会驱散所有这些愚蠢 摧毁成千上万 尘世欲望的渣子 以便从中吸取完全天真的美妙观念 驱散我们所有的恶习和罪恶 从我们的灵魂中汲取虔诚的精华 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妙的炼金术吗 这是我们在说这话的意思 你的精神 你的心 你的身体 都要经过熬炼 是为了让那真正的不是属物质 乃是属神的事情 升华提炼而出 将你那物质或者生命中的那些 杂质的成分 杂质 杂质都给你排除禁忆 熬炼教会 熬炼圣徒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甚至所有的比喻 都是在描绘这个过程 比如那著名的杂种的比喻 炼净教会的过程 也是在用这个逐步的分离的 教会就像一团无杂的 有金 有银 有铅 有什么矿渣 有什么有毒的东西 有水银 这么一大团 又有木炭 又有泥土 混在一起的一个 灰珠珠的一块矿石 圆矿石 而炼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 刚开始的初步 那个矿石往地上一抖楼 就已经有些掉下去了 那就叫做撒在了路旁的种子 这些人根本就不信福音 没听明白 直接这个种子就被魔鬼掳走了 然后剩下的这些开始加温加温 加到一个温度 当下欢喜领受 只不过它是没有根 极致未到遭患难 或是受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有人吓唬一下 你再敢去那个教会的话 开除你 你的这个公职编制给你拿走 我给你断绝父子关系 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威吓 一点这个逼迫来到 温度升到700度的时候 这部分人被拿走了 退去了 然而你经历了700度的高温 还有1700度 外在的逼迫我不怕 但是后来 世上的思虑 全材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我们说的这三种种子都没信 不是说第一种不信 后两种软弱 第三种圣童 不是这三种都是不信的 所以这个熬练就是除掉了杂志 有人的融点是比别人高一些 那只不过因为你是铝 它是铅 并不是说你就是黄金 你不是铅也不等于你立刻就是黄金 白银 这就是熬练的意思 留下的就是那真正的黄金了 结实百倍 而最终的目的是重新立约 就是在那废墙之上造你的城堡 是吧 重新立约 重新建立 很多很多的教会都经历过被拆了 又被重建的过程 骨头断了 又接上的过程 深正的阶续回来之后就更加的强壮 你简单的捋一下古往新来的圣约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经历分离 经历破碎 经历重建 以色拉在那跟百姓 带着百姓重新跟上帝立约 也是这个过程 甚至要来去直接从伦理上来离婚 如何如何 是不是 所有的改教家也是一样的 从那个千年之久的天主教中出来 被人视为叛贼 喊打喊杀 却只为着上帝的教会洁净而出来 路德加尔文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而我们这个世代的熬练 从这样的历史角度 你应该感谢主 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高度的繁华 世俗 在这个不可抵挡的全球化过程当中 居然还有这么一片地方 这么一小群人 在经历我们的熬练 无论从14年开始 他拆石 拆石架 新条例 各样的逼迫 129 口罩的三年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 今日的熬练 熬练的还不只是肉体 更主要的是人性 所以我们的目的呢 仍然要说的是 如今中国的教会剩下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分之一 不知道 无论他是三分之一 还是三十分之一 对于余圣的人 你还没有被掳走 还没有被打倒 还没有被吞吃的人 你还意识到你的存在 换句话说 你还感觉到痛苦的人 就是证明你的生命还在 死了的人不觉得痛 只有活人会觉得痛 逆水而上的鱼 他会觉得辛苦挣扎 如此努力原地不动 是的 你如果一点不努力 早就顺利而下成了死鱼 所以对我们这些鱼圣的人而言 我们要明白的是 目的是什么 是重立圣约 如果那些灰没有被泡透 就要重新破碎 重新泡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炼净 就要重新熬炼 这么的去弄你的那些杂质都除不掉 上帝还非得用你 那一定他会提高容点 甚至到了最后让你逼迫你去面对 逼着你面对你生命当中那些次好的事物 只要他与最好的为敌 他就成了最可怕的偶像 为了炼金 有时候连银子都要牺牲掉 为了炼银 那很有用的一些个铜 其实铅和锡也挺不用的 对吧 是必须被拿掉的 更不用说其他的矿杂 所有没有归正的人都要来重新的 利益 所以上帝的偶炼不会停止 他一定要得着 不管人数多少 他要那积淀的三百勇士 要重新立约 重建他的教会 所以这个温度就会不断的上升上升上升 我看到那些科学史的著作 古代的那些最有经验的老工匠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紧紧的盯着这个炼金的炉子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仙气的仪器 他只能去看 刚才我说了黄金的熔点2800度 什么叫2800度 古代没有这个概念 他只能通过观察他的火焰的颜色 来去判断 从蓝色的变成了红色的 红色变成黄色 黄色变成白色 直到最后那个火的颜色变成了一种紫色 这个时候熔点就到了 这个时候就要停了 再烧下去金子也要化了 到了这个时候 其他的杂质都已经除掉了 所以当熬炼你的那个火变成了那紫袍的颜色的时候 你就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了 那个时候呢 真正的黄金就显出来了 所以怎么一个建造的方法呢 就是去经受熬炼 经受这升温 少年就去不饿 上你的雪去 上这种被别人嘲笑 攻击 甚至是追渣的雪去 中年我们这些人就承担你的责任 负重去 去敬拜去 去现下敬拜去 去公共敬拜去 哪怕这就是你的最后一种 老年也负上你的责任 你去带导 你去教导 你去打出榜样来 只有当这样的一群人 不管多少 少年 中年 老年 都一起 愿意被熬炼 在这熬炼中 能够来 除掉你的杂志 他就能够重新 被神得着 这样击打之后 当时说击打 牧人 羊就分散 紧接着耶稣 却被夸下海口的彼得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 筛你们像筛麦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他早知道你这个微小者 也一样被上帝反手夹在你身上 肯定会击打熬炼 你是使徒 所以你才要被熬炼 当把你炼净之后 你的责任就是要回头之后 兼顾你的弟兄 所以我们 要共同来去 像这圣约的应许一样 求告他的名 盼望他应允我们 愿我们都能回头 被主得着 进入那种 喜乐平安的风暴 你注意那是风暴 但你在其中有平安喜乐 而要脱离那种炸弹给你构筑的 岁月静好的一个水牢 看起来风平浪静 那是个牢房 那慢慢的在把你给淹没 给泡坏 主已经为我们祈求 像他为彼得祈求一样 叫那些有真信心的人 信心不失落 我们常常有使命的 就是我们要来兼顾 而不是绊保你的弟兄 是重新立约 是将这余生的三分之一 更加的团结在一起 敬拜上帝 而不是把仅剩的三分之一 再搞到分崩离析 世界上的所有炼金术 都是怀着一种贪婪 想把贱的 自己用一刀火炼成了贵的 好来让他得私利 但是在上帝这里 贱的就是贱的 贵的就是贵的 他以某种情况 有可能混杂在一起 看起来他也贵贱 上帝不是把这个贵贱的 给你变成了贵重的 而是让他分别为圣 分开 分开的显出那些贵重 而真正上帝的宝血 才是点石成金的 在这个更高一层的意义上 那个能改变原子序列 改变元素周期表的 让你往下窜了几行 走了几列 从悲贱变贵重的 只有上帝舍掉的生命 这是上帝的炼金术 他的翻转是上帝的炼 他的分别还是上帝的炼 你是愿意被这世上的炼金术 迷惑呢 堕入地狱 还是要被上帝的炼金术 炼净 进入天国呢 何去何从 愿我们都能够认罪 悔改 祷告和归正 能够明白 我们是否是这仅存的三分日仪 如果是 你当如何行 放开祷告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 许多人 其实我们都身处 熬练之中 但是 你赐过我们喜乐 使我们没有被这样的温度 被这样的折磨 所击垮 主我们 求你能够来在这个世代 显出你自己的应许 显出那属你的牧人 显出那属你的百姓 使得这些人 可以和你重新立约 主啊 这教会的见证 从来不是人数的多少 更不是钱财的多寡 主啊 乃是那圣洁向你的忠心 热心 那真实的爱心 信心 是否纯全 主我们求你 在这世代留下你的百姓 你将这些已经被破碎的教会 主啊 愿你接怜悯他们 将他们重新的路径 凝觉成那真实的 真金白银的教会 主啊 那金律银律的教会 主啊 而不是这世上的贪恋 金银的教会 主啊 愿你能够在这世代 继续施行你的神迹奇事 愿那炼经过彼得的 炼经过王牧的 炼经过那古来的改造家们 那许多圣徒的烈火 同样在今天 显明那属你的儿女 主我们求你能够爱这个 世代的教会 爱我们这个不配来服侍你的 中国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这世代 为你做见证 也在这教会的历史上 书写你要我们写下的一笔 这样的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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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